專家表示 從數據結果來看 兩岸經貿往來的擴大 可說是造成台灣青年低薪 還有貧窮人口增加的元凶 1998年起 台灣資金開始大幅的進入中國 大量投資外移的結果 導致台灣本地的工廠倒閉 勞工失業 青年世代薪資停滯 這兩者幾乎呈現現性的相關 這可能跟很多人的想法有所衝突 但如果你長期關注大紀元時報 會發現這並不難理解 因為在正常兩國相互開放的情況下 A國家可以到B國家投資跟設廠 創造了B國家的就業機會 A國家投資過去賺的資金 也能回過頭來讓A國的經濟表現提升 但是各國在跟中共交手的過程中 這個關係卻出現了異常 以台商為例 投資大量資金還有技術 但賺到了錢 卻因為中共不斷加強外匯管制的力道 這些錢就幾乎只能在中國的內部流動 無法合法的回到台灣 就變成只是帳面數據 台商甚至還可能面臨技術被奪 人才兩世的局面 另一方面 當中國企業想要在台灣落地的時候 幾乎都伴隨著商業間諜 滲透行為 資安問題等等的 但政府還有民間對這些背後的意圖 卻沒有足夠的防備心 這一來一往的情況下 幾乎就演變成 台灣的資金單方面的流往中國 彷彿蚕食一般 一點一滴的抽走台灣的能量 所幸這樣不健康的貿易行為 也因為中國市場 還有世界格局的改變開始產生變化 這部分在第一線的台商是最有感的 大紀元報導 台灣對中國投資的比率 近十年來已經從60%多降到33% 幾乎跑掉一半 原因不外乎就是在中國投資的風險過高了 說不定哪天就被墨許有的收割了 而在另外一篇報導中則有台商話題表示 目前沒出事的只是中共現在還需要你 哪天沒用了也同樣被拋棄 我想他所指的不只是台商 而是所有那些認為只要跪著就能把錢賺了的人 別對中共的威脅視而不見 這就是真實報導的重要 因為中共擅長把毒藥裹上糖衣給你吃 他出一場甜 但等時間一久吃到毒藥就是遭殃之時 但是他又擅長抓人把柄威脅人 導致許多受害人也不敢發生 許多媒體也不能報導真實的情況 而常處在自由與法治環境下的我們 更甚少嚴防來自對方有意的滲透 這也是因為中共大外宣與協同者的配合下 不斷的弱化敵我意識所致 中共威脅統戰台灣不斷 軍機不斷的擾台 大外宣與各層面的滲透更是無控不入 所以守護台灣不只需要軍事國防 更需要全民心法 而最好的精神國防就是訂閱大紀元時報 我們一起用真實新聞守護台灣